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吧 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現在,很多作為父母,對於很多小朋友的行為上 都可能作出一些很不理解,或者一些覺得很緊張的情況之下 有時就會把那些小朋友都逼到他有一個壓力 例如好像,當他帶小朋友去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很多時候出現到一些小朋友,好像不敢說話 很害羞,躲在父母的身後面 不過通常一般,Warm up之後 玩了一會兒之後,就會適應了,就會失去這些情況 但早幾天,我們也在報紙上看到一段文章 就說,這些情況之下,其實小朋友未必是害羞 而是可能有一種,他們的學名叫做選擇性加密症 我都知道,袁先生在我們的診所裡 其實你都處理過很多不同類型的症狀 相信這些症狀,你都有經歷過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聽眾解釋一下 究竟這個病是怎樣的情形 或者是會不會有時… 因為剛才我提到的,小朋友很多時候 看到陌生人都會害羞 但我們怎樣去界定,作為父母 或者怎樣去觀察到,界定到 我們的小朋友究竟是有問題 還是他真的是一個害羞的樣子 最近我們在報紙上聽到一篇文章 挺有趣的 這個文章的題目就是 心安仔害羞嗎? 還是一種選擇性的加密症? 什麼是選擇性的加密症? 加密就是他不說話 他不說話,不是心安仔不懂說話 通常審問者是有語言能力的 但他會選擇性在某個場合 他就會不出聲,不說話 通常這個問題,有時家長都很難去… 知道怎樣去處理 有時審問者是害羞而已 沒什麼所謂的 所以他經常都不常理會他 都會忽略這件事 但原來這個是在原作醫學上 發現其實這種病 是屬於一種兒童的焦慮問題的一種 包括有先天和後天的因素 可能因為家族性有焦慮性的遺傳 或者審問者天生比較有完美主義 性格有些有些顧緝 當然,就算有先天的弱點也好 但也有後天的因素才能夠引發出來 比如初中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審問者不會期望他會說很多話 但是往往,到了3-5歲的時候 就要上班,去臨時 對,去上班,幼兒班 或是幼兒班 就開始出現一種分離的焦慮症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學校都經歷過很多 兒子去上班的時候 選著不願離開媽媽 不願離開的姐姐 就哭哭一哭 一般来说,过了一段时间,几堂就可以了 但有些时候,真的成几个月,嬸嬸仔还是这样 每次上学,都是哭到死,抱着妈妈,死都不放 好了,记住,这个不是这种病 我们不是说这种病,这种病可能是分离焦虑的问题 根据这份可物报纸讲到,原来在台湾的研究发现 有每140个儿童,就会有一个患有选择性的监默症 这个不是那么罕见的 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我都遇见过这些小朋友 其中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嬸嬸仔来的时候,你问他什么都好 他看下来,很静静地看下来 但他不会回答你 接着他就在妈妈的耳朵里小声说给他 一定,他不是他不会说 只不过他不跟你直接说 他就要跟妈妈的耳朵里小声说 很明显,就是这种选择性的监默症 根据这篇文章,他说 选择性的监默症有不同程度 他有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最严重 整个人僵直,完全没有反应,没有表情 不说话,回避视线 亦都不想参与互动 这个就好像是自闭症 自闭症差不多 很多时候会是这样 这个最严重 第二阶段,他会透过肢体动作参与互动 但是紧张,不会说话 即是他有些语言动作 身体的语言动作 但他也是不出声的 第三种,他就会摇摇头 或者手指指的方法沟通 但亦都不会说话 多一点的肢体动作 第四种,他就会 好像我刚才所说 他会透过其他人去说 或者跟妈妈实施声声说 要妈妈回答所有问题 当时我有个小朋友 女孩子的小朋友就是这样的 行为就是这样的 第五个阶段 越来越轻,他说到一两句声音 但只是限于很肯定的答案 例如叫你读一下书内容 或者会呜呜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答案 第六个阶段 他说出一个字 或者被人问要不要 是不是 他都会答要 是 这就简单一点 但是他都会回答你的 第七种 他说呢 他说说得出结构化 而引导出来的短句 比如老师问他 这个是苹果还是西瓜 他可能会答到的 这个苹果还是西瓜 当然 最浅的第八阶段 可以连续讲一些自发性的画 例如我看到车 这些是一般的 就是在不同程度的客人 有些人会觉得 西瓜仔有不同的阶段 是吧 他始终都会 但打一下他都会做 就是他没有太害羞 很多时候 家长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也都不知道 不懂得 通常一般都觉得 是害羞 他不觉得是一种问题 不觉得是一种病 通常都想着 西瓜仔成长 慢慢地会好的 但是呢 问题就是这样的 这种这样的 选择性的监密症 是属于一种超雷的一种病 如果你不去处理问题的根源 那可能呢 就会回学的时候 会遭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 或者有些出现社交恐惧 或者口试 面试表现都不好 影响成绩 那可能就进不了那间学校了 你记住了 三岁对五岁 就去报名了 是 面试了 那如果人家的监考那些老师 见到这个小朋友这样的 那可能都是负面的 那可能呢 有些学校就进不了的 那当然呢 最后呢 慢慢你会影响他的自我价值 导致他的自信心低落 那可能最后呢 就出现一些严重的焦虑病 那所以呢 就是他们这么说呢 就是早点介入呢 当然是越好了 那他们都认为呢 就是三 最初三个月呢 是治疗的黄金期 就是呢 我不知道他这样的意思 就是呢 就是我给三个月的时间去医治他 那如果 就是医一医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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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这些特别的训练的方法呢 他叫做系统减敏法 那也都类似一种叫做行为 就是认知行为治疗 就是conductive behavior 那呢 就帮助三文仔呢 慢慢地呢 是稳回自信 那可以令到他在不同的情景之下 都可以讲话的 那他们是可以用这些语言治疗 那当然啦 那他也有文章也提及 那照顾他这些小朋友的人呢 就是应该怎么做呢 那他说呢 他起码照顾的人呢 就不应该强迫这些问题的小朋友去讲话 就是不可以用负面的批评他们 他为什么不讲话 就是不可以逼他啦 越逼他就可能 他感受的压力越大的时候呢 就是抗拒他都不明白什么 就更加不讲 是啊 那他因为他背上可能是一个焦虑的感觉 那他在焦虑的时候呢 就是假的声音在喉咙都发不出的 那所以他们认为呢 就可以让他们慢慢移身啦 慢慢再讲啦 那这样 那是一个压力细事的时候呢 叫他再讲的 那其次呢就是教他们了 在一些固定的讲话 比如见到街上见到有些人呢 就说早晨啦 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环境呢 是训练他们呢 就慢慢地呢 是开始呢 就是讲话的 那当然呢 也都不需要太在意呢 人家怎么看啦 那比小朋友多些 增加成功的经验啦 那对讲话的压力啦 那这样 这个才会是好的 那他呢 那当然呢 他也登出刚才所说的 八个阶段 那希望呢 那对小朋友呢 可以用家想的方法啦 用一个正面的 肯定方法呢 是令他对讲话 可以慢慢有信心 慢慢有进步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当然呢 是一个 一种的问题呢 我都想不到呢 是这么多的 是 在台湾的研究 就140位的儿童有一个 那我在过去呢 我都不是遇到很多 但是我们都有的 是 那最紧要呢 我们以前都和大家聊过 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遇到这些 这样的宋文仔的行为问题啊 那我最近认了一个朋友 那他就说出他的 他的儿子呢 在小时候成长期间呢 就是 就是读书很有问题的 是 去到哪家学校都 被那班学校说出来啊 那结果呢 他就 带了他去加拿大 移民了去 那陪着宋文仔去 那其实都还没有够好 那都是处理不了的了 那最后呢 他就送了他去英国读书啊 那些寄宿啊 那些寄宿啊 那但是都好了 都慢慢地都大了 都就是读完了书 进了大学 那都最终都不宜回来的 那但是他就说出呢 他们的困扰呢 就是说呢 那儿子的老爸是那些 那些优才生来的读书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当然了 在我们的 如果大家听我们的 我们的节目的人呢 我都常常很强调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觉得 这些问题 越来越多呢 其实跟我们的一个 以惯常打的那些疫苗呢 是有关的 那我们曾经都在我们网台 很多年前 讲过很多很多关于疫苗 那些儿童疫苗针的问题了 那其中有一本书呢 就是说了很多的科学的文献 里面呢 在解释呢 很多疫苗的注射之下呢 是出现的是脑炎的 那什么就是因为这些脑炎的后遗症呢 就出现很多这些古灵精怪的问题 又有学生问题 又有注射之下 那所以我们觉得呢 是很难去 就是很辛苦的 是 你想想这个的小朋友 是真的这样的 他家家学校都 读一会儿被人踢出来 这样全世界去找学校都不行的 但是其实呢 有些人呢 就从来面想到呢 其实呢 有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大家在我们听众都会明白啦 其实我们可以用同类疗法的 是 因为同类疗法里面呢 在这方面呢 也有很多的临床的经验 也有很多很多的成功的个案来的 那 在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同类疗法的资料库呢 那我们有个 有些所谓叫做症状 叫做rubric 就是说呢 就是不同的症状里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疗剂的 那疗剂是代表呢 就是说呢 是这些疗剂呢 曾经医好这种病 是 ok 其中一个症状呢 我们叫做呢 就是不想说话 对比一成几十只疗剂的 即是五三十几四十几只疗剂的 还有呢 还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说呢 在人面前 就是在一个小组面前 总之有人面前呢 他不想说 嗯 即是他可能在家里会想说 是 但是呢 可能你是陌生一点的 他就不说话了 那 在这个症状之下呢 我也有三种疗剂的 一种是Argentum Metallicum 一种是Brionia 一个Negmer 那当然呢 如果大家有上过我的 同学疗法的课堂呢 大家都了解 这些是一个 同学疗法的医疗剂的 那些 那些名字来的 那 那当然这里提到三种疗剂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那个 那个 那个 宋文仔的 那个选择性 我们叫做Elective Elective Elective Mutism 选择性的 那个监密症 那我们里面呢 都有 有几多只呢 都有成二四 有成九只疗剂 那就是说呢 我曾经用这几个疗剂里面 是医好这方面的小朋友的 那但是你记住呢 其实呢 这个选择性的监密症呢 背后的什么问题呢 是焦虑的症状 那所以呢 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呢 那我们都会查一下呢 到底宋文仔的焦虑里面呢 有什么疗剂的 或者呢 在焦虑呢 在陌生人面前才焦虑的 那也都有些疗剂的 那当然呢 在某个程度之下呢 这个是一种 焦虑背后呢 可能是一种 很谨慎 很小心翼翼的那些行为 那同样的疗剂呢 那同样的疗剂呢 也都有的 这个我们叫做 Cautious Behaviour 那有一些疗疗剂 那有一些是 很焦虑性的 那个 那个 谨慎的行为 也有一些疗疗剂的 那当然呢 不提除呢 这个也是属于一种 害羞的一种 对不对 就是某程度上 可以说是一种 是极度害羞的 那我们的同样的疗剂 所以我们那个 所谓的资料库里面 也都有很多 关于 慎文仔怕丑行为 有些什么疗剂 帮他们啊 嗯 还有呢 有些是 小胆 你都可以说要中 那比如慎文仔的 小胆的慎文仔 有些什么疗剂呢 那有些可能呢 那有些可能呢 是对 在有其他的同学面前 是小胆 家里就不会小胆 那其实很多很多疗剂 其中很多症状 其中有些症状 那其中有一个症状呢 就是说呢 就是他是怕丑到呢 就是不能够 不能够say no的 我们叫yielding 就是很多时候呢 人家很快呢 是很容易被人顺服的 那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疗剂 那所以综合到呢 我查一查呢 其实呢 我们这些疗剂 这些疗剂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都是一般慎文仔的疗剂 是 就是我们叫做体质性 是 比如丐营的小朋友 那大家听过节目 在听我们 另外我们有一个叫做 寧丹妙药 我也会介绍过的 比如丐营 是一个很常见的慎文仔的疗剂 肥肥白白 OK 就是失失乱乱 做事慢慢地 但是很小心谈慎的 那这个是慎文仔 很多都是的 你的慎文仔出身呢 都是肥肥白白白 很稍微的 就是 不是稍微的 总之就是 泡泡的 不是肌肉很结实的 那阻营的疗剂呢 是直了 我曾经呢 都曾经用这个疗剂呢 医过一个叫做 雜女 就是什么不肯上学 在学校那里 就在家里困了 那我们也试过 用一个直的疗剂呢 医好了她 那结果她就 读完中学 去了加拿大读大学 读完石士 回来 那阻营的疗剂就是 炎型 但是如果 认识同学疗法的人 通常都会知道 炎的人 是很谨慎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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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上很自败 是 他不会释放出来的 那些生物体 通常那种炎型的人 都是 肚子是很肯定的 肚子是很肯定的 那种炎型的人 就是很肯定的 那样 在同学疗法里面 有很多疗剂 那我觉得 比如说 就是 石虫型 是 这种 是 很紧张性的 就是 灵形 高高瘦瘦 很容易受到 影响的体质 还有一个就是Sephazagri, Arsinecum, Sulphur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很普通的体质性的疗剂 所以在同学疗法我们很多时候看病就有很多层次去看 譬如有些病我们都不需要根据某种病的简单独特症去医 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都是一个成长过程的问题 如果有这个选择我会用一些整体性的疗剂去处理这些小朋友的问题 通常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可以帮助一些家庭就不用真的因为这些小朋友 当然很多个我曾经所说的 当然有些是真的当时是回不了学的 你不是医好它我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 但是也有一个例子 我最近认识的朋友会告诉你他家的儿子的情况 自己也是慢慢地都成长了 慢慢地改 但是你想想 小时候那麽多年多辛苦 找学校转学校 就是很辛苦的 但是很多时候不需要的 我如果能够懂得用适当地 即及时地用同学疗法 是可以令到很多这些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很多成长的问题 是很快可以解决得到 可以令到他们开开心心 过他们的同型的成长阶段 是的 现在现今社会上的资讯很发达 所以很多时候 就算是一些很特别的医学上的资料 我们都可以在媒体上了解得到 令到作为一些父母 新手父母 或者是照顾者的时候 亦都可以多些资料 早点去察觉到这些有问题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作为父母 因为我们都是想为一些小朋友健康成长 所以如果早点了解到 究竟他这个 究竟他真是害臭 还是真是患了这些 背后是一个属于焦虑性的 一个选择性的 一个加密症的情形的时候 早点可以去做一个 适当的治疗 可能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是会幸福很多 开心很多 大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在社会上面 亦都可以把有效的资源 发挥得好一点 所以亦都看到过往在临床上面 很多时候亦都有人认为 这些可能是天生的了 这些可能是什么的了 都没有办法治疗 但其实原来在同类疗法里面 是很多你想不到的问题 其实他一样可以透过 在同类疗剂的能量治疗上 是可以帮助这些问题 作出一个改善 甚至可以是180度扭转去 直接是可以 是惊人的 是的 是效果 不需要像以前那样 那些资讯不发达 远跪的时代 就说这个BB生了出来 又怎样 要病在家里 那些什么 不会发挥 其实是可以 每个小朋友都可以 很幸福很快乐成长 家庭里面 不会那么辛苦 遇到这样的情况 的小朋友 家庭很可怜 很辛苦 尤其是现在主张是一些小家庭 可能有时只有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可能有多一个 或者好像以前我们的时候 多几个兄弟姊妹 可能父母容易点看到 有不同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都可以 小的去模仿大 那些怎么样 那个模式 那些东西有所改进 都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现在就是 都抱着在一起 不知道怎么算好 这些病呢 这些我曾经都 其实似乎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自闭症 我相信 没得说了 自闭症是七年代 已经开始多的 也都看到 跟我们开始的大量 新闻仔 是大量打疫苗 是有关的 我们最近都 我跟大家可能分享过 最近有一个小朋友 他说是说自闭症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其实都令到家庭很困扰 他就第一 他入睡很困难 想起来之前 就会吵一餐 那样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 他往往是晚上醒了之后 就会哭哭哭两三个小时 你明白吗 慢慢是这样 是不是 家庭怎么算 有一个这样的症状的自闭症 其实我们都用我们的疗劑 很快很快 最近和覆診 他发现在过去两个礼拜 试过两次醒了 之前就想过五次 但是十分钟睡醒了 你都看到了 这个是一个最合乎 经济效益的医疗方法 没错 没错 起码这样 他一直有什么改善的 你作为的照顾者 都真的可以有好份 要不然怎么样可以 24小时有人可以轮流去照顾他 这些真的不是这么轻易 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做到 一个不小心 家庭都因此而破碎 这些都有的 是 都遇过很多这些情况 是 这些都一定是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谢 袁医生再和我们分享了 这些很特别的Case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我的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发愈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 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 六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3.w.healthshop.com.hk